哈囉大家好,我是零爸 今天我要來開箱我人生的第一款折疊手機 就是Moto Razer 40 Ultra 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OK,Let's go! Moto Razer 40 Ultra它的配件包含一組分離式的透明保護殼 讓它分成上下蓋 那上蓋是有開窗的,可以觸控 以及33W充電器、充電線、以及退卡針 好,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主角 Moto Razer 40系列 這一次一共推出兩款型號以及兩種顏色 Moto Razer 40跟40 Ultra這兩隻手機 基本上就差在外屏的尺寸 以及它的處理器 那我手上這支40 Ultra 它的顏色是Pentone紅 是這一次40系列的主打顏色 是非常燒氣的燕紅色 它的背蓋搭配Moto logo閃爍的標誌 十分的張揚,我覺得蠻好看的 那其實我原本想要選擇低調的黑色 但是它只有紅色採用樹皮的後蓋 機身中框是採用7000系列的鋁金屬材質 機身是具備IP52的防撥水 它的側邊具備側邊指紋辨識 那它也支援臉部辨識 Racer 40 Ultra的重量 它只有188克,非常的輕巧 而且它的機身非常的薄 厚度只有7mm而已 那我直接來跟我手邊的肥蘋果來比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機身其實差不多 可是它螢幕的可視面積更大 重點是它的機身非常的薄 你可以看到它的機身 本身是圓潤 但是它的薄度是完全不一樣 非常的薄 那接下來我們來直接看重點 就是這個超大的3.6吋外螢幕 簡單粗暴 就是給你滿版的顯示 你可以看看這一塊螢幕 幾乎已經佔據整個上蓋 它不只是顯示訊息 而是可以當作正常的螢幕來操作 而且這一次內外屏除了尺寸之外 它的參數都是一致的 都具備電競級的DC調光HDR10 內外屏都是413ppi 視網模等級 144Hz的刷新率 參數都給到電競級 Racer 40 Ultra的外螢幕非常大 所以Moto也相應推出優化 比如說待機時鐘 或者是下拉 可以看控制中心 或者是你可以拿它來看YouTube影片 Netflix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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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可以從設定這邊 去選擇應用程式 讓它可以進行內外屏的轉換 讓它可以進行內外屏的轉換 比如說我看YouTube看到一半 關上螢幕之後 外螢幕就會自動接力 然後轉到小屏來看 那我常用的Netflix、KKBOX 或者是YouTube 都可以這樣子直接轉換 用小螢幕看的感覺 真的是滿有趣的 有點像當年玩GBA那種 小遊戲機的感覺 那我自己實際用了這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外螢幕夠大 真的是對摺疊機的使用者 有非常大的幫助 摺疊機它要使用的時候 你一定要這樣子掀開來 然後才能看這個螢幕 那你在比如說進捷運 或者是搭公車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 由一隻手去做掀開這個動作 那這時候你的外螢幕 可以直接拿來看 直接回訊息 直接看影片 那我覺得就會省去你 用手掀蓋這個步驟 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Razer 40 Ultra的外螢幕 除了拿來看劇之外 其實最方便的就是拿來自拍 你可以這樣子打開來之後 按兩下電源鍵 就可以啟動自拍相機 有沒有 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利用它先天的這個摺疊特性 然後隨手擺著 然後用畫質最好的這個後鏡頭 直接拿來自拍 那你可以在這邊直接切換它的廣角 或者是主鏡頭 整個使用的情境會更豐富 那再來我們來看它的主螢幕 講到摺疊機螢幕 繞不開的就是摺痕 那MotoRazer 40 Ultra 它的螢幕轉軸是採用水滴轉軸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摺痕 還算有 但不算明顯 那只有在反光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的摺痕 是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它採用6.9吋的2K螢幕 支援165Hz的超高螢幕更新率 螢幕邊框四邊等寬 最高亮度是1400尼特 在陽光下看也非常的清晰 效果非常細膩 MotoRazer 40 Ultra的內螢幕或是外螢幕 可以說是這一波折疊機手機裡面 螢幕最好的一批 再來我們看到效能 MotoRazer 40 Ultra 它搭載的是高通 S8 Gen 1的旗艦晶片 12G 512G的儲存空間 執行安兔兔的成績 大概是130萬分左右 好 再來我們來看到相機的部分 MotoRazer 40 Ultra 它搭載的是 1200萬畫素的主鏡頭 以及1300萬畫素的超廣角 那我把規格放在這邊 接下來話不多說我們直接上樣張 那以下是我最近拿著Razer 40 Ultra 好去外面拍攝的一些樣張 那我覺得兩顆鏡頭的白平衡跟畫質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你在切換鏡頭的時候 不會有割裂感 那色彩表現跟解析度 我都覺得蠻好的 在夜拍的表現 它以忠實還原為主 它不會刻意的提高亮暗度 那會盡量減少AI的介入 它雖然沒有望遠鏡頭 不過它也可以用數位變焦 最遠是8倍 在錄影的部分 兩顆鏡頭都支援OIS防手震 我覺得拍起來 它的穩定感是蠻好 不過它畢竟不是主打照相的手機 我覺得在拍照的部分 我可以給它80分 白天出去外面拍一些風景 旅遊的時候隨手拍 或者是你用後鏡頭來做自拍 都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它也支援手勢自拍 微笑自拍 只要我這樣子手舉起來 它就會偵測到人臉跟我的手掌 然後就會開始倒數 然後就開始自拍 Moto Razer 40 Ultra的優點 就是它的螢幕非常大 而且它非常輕也非常好攜帶 不過要做到這麼小 所以電池也相對小了一點 那它只有3800毫安時 這沒辦法 你又要輕又要薄又要小 又要雙螢幕 所以它只能犧牲它的電池容量 不過它的續航力 比我預期的還要來得更持久 那我在觀看影片 連續觀看的時間是來到13.5小時 那如果用PCMark來做不間斷測試 大概是11個多小時 那續航力其實跟一般的旗艦手機差不多 那我們都知道螢幕其實是最耗電的 那因為大小屏的使用頻率不同 如果你比較常用的是小螢幕 那你要撐20小時也不是問題 那比較可惜的是充電 它最高只支援33瓦快充 以及5瓦的無線充電 那充飽手機需要大概1小時左右 那對比小米那些 動不動就高達67瓦 120瓦 顯得比較慢 好 簡單整理一下這支MotoRacer 40 Ultra 它是我的第一支折疊機 那之前一直沒有入手折疊機 就是因為折痕啦 重量啦 以及攜帶方便性 但是MotoRacer 40 Ultra 整個讓我眼睛一亮 它的超大外屏是實用的 不像之前的折疊機 它只能顯示訊息啦 時鐘啦 這樣子可以直接拿來操作 我覺得在實際使用上 整個使用情境會更飽滿 機身啊 外型啊 設計啊 它的配置非常的平均 也很緊湊 而且它的重量可以說是目前最輕的 相機對我來說 日常拍攝也是OK的 在日拍的部分很不錯 不過如果要拿它跟小米13 Pro 或者是Vivo X90 Pro 那些真的主打拍照的手機 還是不能比 畢竟它的手機空間有限 這是目前所有折疊機的天生限制 那另外它的保護殼 選擇會比較少一點 在蝦皮有一些副廠的 可以去找一下 目前MotoRacer 40系列的兩款 都是台客大獨賣 MotoRacer 40 Ultra 建議售價是299,990元 申辦指定的專案 就可以0元帶著手機 還有很多額外的福利 比如說買Video一個月免費 Disney Plus月費由台客大買單 那如果你搭配專案 提供你的Momo會員編號的話 它還可以最高回饋 你36,000元的Momo幣 回饋真的是非常多 那我會把相關的優惠資訊 放在影片的說明欄裡面 好 今天MotoRacer 40 Ultra的開箱就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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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